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今天會教大家做一件steam的東西 steam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這五件東西加在一起 就是stem 再加上art 沒錯 其實我手上這個叫做marble painting 就像帶你寫文理的這幅畫 其實是用結合了science、art的元素去做出來的 那怎樣做呢? 只需要留意這條短片 不要想著材料很複雜 其實很簡單 在家裡也可以做到的 另外呢 這些是我剛才做的marble painting 大家可以看到有不同效果 有身形、有不同顏色 我們一起去片 首先我們要預備一些材料 牛奶和水彩都是主角 如果沒有水彩的話 其他水溶性的顏料都可以代替 鹼液和棉花棒 沒有棉花棒可以用牙籤也可以 另外水彩畫紙可以用厚畫紙代替也可以 如果是普通A4紙就不建議了 因為不夠厚是無法吸水的 所以做的效果做得不好 一開始請你把你有的畫紙製展到 剛剛好可以放得到一個盤 這個盤是之後你會用來注滿牛奶的 製展完之後你就可以倒入牛奶了 然後第二個步驟就是把水加入水彩裡開稀 因為如果你不開稀 那直接倒進去 第一會浪費顏料 你會倒很多 第二太稠身 它會沉底 所以要開稀的水彩 第三個步驟就是把水彩液滴進去 那些牛奶裡面 或者倒進去 你可以倒在一些你想要的位置 你可以刻意做一些圖案也可以 又或者你很隨意去做 那些圖案也可以 是啊 那些明說 那他一開箱 這個 梁 我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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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顏料會散開 四散 白色牛奶有很多成分 密度和水很不同 可以令顏料浮在牛奶上 但水就不可以 而且鑑液具有活性劑的作用 令牛奶的表面張液迅速發生變化 所以顏料會隨著張液改變活動 令它不斷移動 如果你聽完之後還是不明白 當然如果你有興趣 我歡迎你上網找多點資料 又或者問問你們的科學老師 但如果你發現鑑液很繁複 覺得太深惡 那不要緊 其實你享受過程 吃分也可以 當它是一幅很美的技術作品 已經可以了 按乾淨之後 其實它已經成為一幅很美的畫 除此之外 你還可以加工 將它變成一些書籤 甚至乎 你可以再將它再做多一點 變成一幅更加完整 更加高完成度的畫作 好 今次的教學就到這裏了 希望你們喜歡這個marble painting 好 拜拜